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10月1号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导弹宝核攻击 发射了近200枚弹道导弹 伊朗导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摩萨尔德总部和三个空军基地 虽然伊朗宣称击毁了20架F35战斗机 但从第二天的卫星图片来看 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警方有F35战斗机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 看不到被导弹直接击中的迹象 没有弹坑也没有爆炸和起火燃烧的痕迹 只有一处机库的屋顶看来是被导弹的残骸砸中了 还能看到几处导弹残骸坠毁的痕迹 另外有一枚导弹落在了摩萨尔德总部附近不到一公里的空地上 炸出了一个大坑 还有一个导弹残骸很像是火箭推进器 落在了约旦河西岸 非常巧合的把一名巴勒斯坦人砸死了 倒霉的他是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唯一死者 还是伊朗的小兄弟 真不知道伊朗人和巴勒斯坦人做何感想 以色列空军在10月2号晚 袭击了叙利亚拉塔基亚南部港口城市 甲布莱的一座军火库 这里位于俄罗斯赫米米空军基地附近 以色列人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轰炸了这个军火库 整个袭击持续45分钟 以军等待运送武器弹药的军队都卸下武器之后才发动攻击的 这个军火库在被袭击之后引发了几个小时的训报 以色列轰炸那里的目的是 截断从叙利亚流向利巴嫩政治党的武器 伊朗经常利用俄罗斯的基地作为掩护 向政治党和其他服属武装组织提供武器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 伊朗再次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 伊朗军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在电视台上表示 伊朗本轮导弹袭击的目标是摩萨特总部 以及特拉维夫附近的三个以色列军事基地 哈泽里姆和特尔诺夫 伊朗自己宣称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 但是以色列公布的消息是 伊朗发射了约180枚弹道导弹 考虑到伊朗导弹此前的表现和可靠性的问题 我推测伊朗很可能发射了大约200枚或更多的弹道导弹 但其中一小部分在发射后坠毁 没有抵达以色列的领空 最后被以色列和美国拦截的大约有180枚 或许是吸取了4月袭击的经验和教训 伊朗在这次袭击当中 只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 而没有发射巡洋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在4月13号的袭击当中 面对美国、以色列、英国和约旦等国的联合拦截 伊朗发射的亚音速巡洋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几乎全部被击落 这次伊朗宣称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2023年6月亮相的法塔赫1型导弹 伊朗官方宣称 法塔赫1的射程有1400公里 最高速度13到15马赫 弹头有效载荷1.5吨 弹头落点原概率偏差在30米以下 这个射程刚好可以打到以色列 感觉就像是为以色列量身定做的 不过看到法塔赫1型的双椎体弹头和粗糙的球形发动机 就对这款导弹 是不是真的能高超音速机动飞行感到疑问了 至于说打击效果 伊朗革命卫队宣称 我们90%的导弹成功击中了以色列目标 而且超过20架第5代F35战斗机在以色列被摧毁 网络上也有一朗导弹击中地面的视频 不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几乎无效 在约旦的一位博主拍摄了伊朗导弹飞行的视频 这是目前最清晰的视频 可以看到这些导弹还是挺密集的 中间不时出现拦截导弹爆炸的镜头 看来有几十次的拦截 新闻报道提到约旦也参与了拦截行动 看来是驻扎在约旦的美军进行了部分的拦截 也有一件认为 以色列发射的一些中程拦截弹 在约旦上空击毁了伊朗的导弹 约旦留出了一些伊朗导弹残骸的照片 从侧面也证明了这些拦截行动 也有导弹着地的视频在流传 还有射向内瓦迪姆空军基地的导弹的视频 不过很难辨别是否真的击中了目标 从2号的卫星图片来看 这些空军基地都没有导弹直接命中的痕迹 很显然伊朗发射的导弹要么被拦截了 要么打偏了 以色列也不想浪费防空导弹 让那些打偏的导弹直接触地爆炸就好 与4月13号的导弹攻击不同 10月1号的这次攻击 伊朗并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和中东主要国家 而且导弹的发射比较密集 间隔也比较短 类似于宝贺攻击 希望通过数量压倒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达到突防的目的 但美国还是在一个小时前通知了以色列 说伊朗马上就要发射导弹攻击了 虽然准备时间短一些 但从结果来看 以色列还是做好了迎击的充分准备 这可能与以色列一直都处于战备状态有关 美军这次也参与了拦截行动 除了在约旦 还派出了两艘伯克级驱逐舰 在以色列外海参与了拦截 这两艘驱逐舰共发射了十多发防空导弹 主要是标准三导弹 伊朗导弹袭袭击之后 五角道楼全部 美国将向中东增派数千名士兵 以加强这个地区现有美军的安全 同时在必要时为以色列提供支持 增派的军事资产包括F-15E攻击机 F-16A-10攻击机和F-22战斗机 以及支持他们所需的人员 目前美国还在阿拉伯海部署了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部署了黄蜂级两栖攻击舰 这次拦截行动 让外界再次看到了 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的高效 面对伊朗的保护攻击 以色列没有显得慌张 就在今年4月拦截了 伊朗第一次导弹袭击之后 以色列宣布将全部推移爱国者防御系统 由大卫投尸所来替换 以色列装备的爱国者系统是I-2 或GEMT没有装备I-3导弹 因为爱国者导弹系统不能与 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兼容 而且价格昂贵 于是以色列决定让他们全部推移 完全由国产导弹来构建 一体化的防空反导系统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主要分为四层 最低空的是铁穹防御系统 可以拦截慢速目标 然后是大卫投尸所 最后拦截高度低于90公里 舰尔导弹的拦截高度在90公里左右 最远的就是舰尔导弹了 拦截高度超过100公里 最称最大射程可达2400公里 用于拦截大级层外飞行的目标 铁穹系统最有名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不过铁穹的射程比较短 主要是防御速度较慢的 火箭弹、炮弹和无人机 舰尔导弹系统是由 以色列国营航空工业公司 和美国波音公司合作研发的 系统分为二型和三型 分别可以拦截中进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 舰尔系统属于大气层内高空拦截系统 拦截弹是两极固体导弹 弹长7米 最大飞行速度9马赫 不过舰尔导弹采用了定向破片 和直接碰撞相互辅助的杀伤拦截机制 破片杀伤对付飞机等目标比较有效 但是对于高速载入大气层 并采用加固技术的远程弹道导弹弹头来说 拦截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以色列又与波音公司合作 开发了类似萨德的舰三导弹系统 与舰二相比 舰三有了大幅改进 舰三拦截弹设计更紧凑 体积更小 弹径533毫米 只有舰二拦截弹的一半 舰三拦截弹放弃了破片杀伤战斗部 采用与萨德和标三类似的动能杀伤拦截器 动能杀伤拦截器直接撞击来袭导弹的弹头 拦截成功率更高 此外 舰三系统的火控雷达采用了更先进的超绿松雷达系统 可以应对宝核攻击 射击目标是在30秒内能拦截5枚以上的弹道导弹 虽然以色列和盟国成功让伊朗的导弹袭击失败了 但也耗资巨大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4月13号晚的拦截行动耗资大约10到13亿美元 10月1号晚的拦截成本应该只会多不会少 舰三使用了与舰二相同的发射系统 降低了成本 但一枚拦截弹的价格也要350万美元 而标三的价格就更贵了 一发成本要上千万美元 大卫投射所系统便宜一些 一发拦截弹要100万美元左右 铁琼所用的塔米尔拦截弹最便宜 一枚价格也要5万美元 要想防御导弹和无人机洗地 一方面要储备足够多的防空导弹 另一方面也需要足够强的导弹生产能力 这样在关键时候免得买不到货 这也是以色列完全采用国产防空导弹的重要原因吧 以色列和西方国家都严厉谴责伊朗 认为伊朗这次的导弹攻击是严重的升级 以色列明确表示一定会反击 许多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 伊朗的石油设施是很可能的目标 但也有人表示 有针对性的暗杀和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也是可能的 美国总统拜登和G7首脑达成一致 支持以色列反击伊朗 但不支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也就是说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反对以色列 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在定点清除政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之后 哈梅内伊就成为以色列的最重要的目标了 路透社最近演述伊朗三名消息人士报道说 在政治党9月17号18号遭到船户机爆炸袭击之后 哈梅内伊立即向政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传递消息 要求他离开黎巴嫩前往伊朗 并告诉他以色列在政治党内部有特工 并计划暗杀他 不过纳斯鲁拉对自己的安全充满信心 并表示完全信任他的核心权子 看到纳斯鲁拉不为所动 哈梅内伊再次尝试 派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指挥官尼尔弗尚为代表 恳求他离开黎巴嫩 搬到伊朗一处更安全的地方 但纳斯鲁拉坚持留在黎巴嫩 9月27号 纳斯鲁拉遭空袭身亡时 尼尔弗尚也一同走了 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哈梅内伊自9月28号以来 一直留在伊朗境内的安全地点 10月1号 他亲自下令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 为纳斯鲁拉和尼尔弗尚的死亡报仇 不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和珍珠党高层 接连被暗杀的事情 让伊朗和珍珠党高层内部充满了不信任 据说哈梅内伊不再信任任何人 船户级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珍珠党马上在里巴嫩展开调查 询问了数百名成员 以求揪出可能的以色列间谍 但负责调查的珍珠党高官 在纳斯鲁拉遇刺的第二天 也被以色列空袭炸死了 从以色列官员透露的消息 和西方国家的态度来看 哈梅内伊应该就是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了 伊朗国内发生过多起重要人物 遭遇暗杀的事件 看来以色列对伊朗的重要部门的渗透 不是最近了 应该很早就开始了 或许隐藏的很深 哈梅内伊如果被暗杀了的话 伊朗或许会发生动荡 本来伊朗国内对哈梅内伊的不满情绪就在蔓延 温和派渐渐占据上风 所以温和改革派的佩泽·施基安 才在7月当选总统 如果保守派失去首领 不知道伊朗会不会变天 也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向伊朗人民喊话 就是在为这件事做铺垫 那么您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